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看广州全景 广州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高度达到600米的广州塔 共有112层 是世界最高的广播电视观光塔 亦是世界第三高建筑物 仅次于杜拜的哈里发塔 和东径的晴空塔 因为塔身中间收窄 广州塔又被誉为小盲腰 除了登高望远之外 广州塔里面还有很多挑战胆量的游戏 名叫做蜘蛛合棧道的户外楼梯 是在小盲腰最迁右的位置开始 环绕塔身向上 在168米走到334米高空 中间还有一段透明玻璃地板 非常刺激 在第33层至第58层之间 就是阿尔法探索乐园 这里有天眼报道 逆风穿越等等一系列刺激的游戏 天眼报道 是在325米高空上漫步 逆风穿越 分为三条路线 在距离地面160米至300米之间 就有走雕桥 坐藤椅 凌空滑墙等等多项的游戏 给你逐一挑战 还未够刺激 在450多米高的塔顶 还有极速云霄的游戏 是世界最高的垂直速钢游戏 挑战胆识之外 广州塔当然还有适合一家大小的游戏 全球最高的横向摩天轮 就位于塔顶 可以在高空飽浪广州景色 有机会到广州的话 一定要去玩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